记者王兴瑜台北报道,方炯斌以一首《坏人》爆红后,近日推出新专辑《我不是神》将于本周六举办演唱会,他特别邀请张志诚担任嘉宾,两人果然是换铁的好兄弟,在录音室互相爆料,笑翻所有人。 方炯斌张志诚演唱会彩排,记者潘少堂社张志诚透露,方炯斌其实是个超有偶像包袱的人,不过两人当时有同居时,他也意外发现方炯斌的另一面。 张志诚笑着说,有时候打开他的房间,看到一件内裤挂在角落,想说,恩,应该明天就会收了吧,没想到过了三天,还是在同个地方,话还没说完,方炯斌就急忙澄清,保护自己偶像的一面。 至于两人怎么没有继续当事友,张志诚也搞笑假装两人不合,斗了所有人,方炯斌演唱会彩排,记者潘少堂社。